拿出来的宝贝被村民集中放在了他们组长家的小院内 随后颇有文物意识的宋医生通过114查到隋州市文物局电话 我们四个人 你那边是什么情况 这天下午一点左右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顶 非常大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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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 一看就是它的特色 它的铸造房 它的铸造特征 文室 它的形质 各个方面 体现的是西路早期的 我一看这不得了 不光是西路早期的 而且这么大的顶 就是说是重气 这个牧主人 一定是当时贵族中间 中间级别最高的 级别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贵族 这不得了 应该说是大的发现 当这些被挖出来的完整新空气 呈现在眼前时 作为博物馆馆长的黄建勋 蒙诱地预感到 隋州的考古 又将要轰动全国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